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网友表示 王妃不搭理你了 你就想起张柏芝了 张柏芝对于你算什么 虽然网友的话有些过分 但是说的也是实话 谢霆锋这次真的有点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了 这样一来就会给人一种错觉 一下子拉低了谢霆锋的形象 是不是 谢霆锋说想家 那他的家人是如何恢复的呢 谢霆锋的大儿子仅回应了四个字 不欢迎你 被自己的亲儿子拒绝 谢霆锋应该很伤心吧 毕竟儿子是自己生的 结果到头来 儿子却不欢迎自己回家 这是多么可笑哟 可悲的一件事啊 其实谢霆锋的儿子 不欢迎谢霆锋回家也是情有可原的 大家都知道 谢霆锋没和张柏芝离婚之前 只知道打游戏 从来不关心儿子 和张柏芝离婚以后 谢霆锋眼里只有王妃 更加不关心儿子 连儿子的生日都不在意 有这样的爸爸 哪个儿子会欢迎呢 欢迎他来干吗呢 欢迎他来伤害自己的妈妈吗 孙力就帮香港补庆生 死对头胡姓儿竟也在场 孙力主演的那年 花开月正元线正热播中 近来刚过35岁生日的她 被拍到煤蛋上儿女 直与演员丈夫邓超 到香港享受两人世界 两人拿着来港 与邓超合作多年综艺的王祖兰当仁不让 主动跳出来 请夫妻俩吃饭 容祖儿 阿萨 胡姓儿等人也一同出席 六人一字排开 气势全开 被网友誉为星级饭局 值得注意的是 胡姓儿也在饭局中 胡姓儿 在那年 花开月正元 饰演孙力的情敌胡姓梅 双方在戏内斗得你死我活 但昨天她也在微博 晒出两人的贴头合影 表示戏外双方没有恩怨 祝福孙力生日快乐 孙力也回复无论戏里怎么样 戏外我们好着呢 证明双方感情深厚 网友纷纷留言 周莹 胡姓梅又聚首拉 果然只有戏外才能和平共处 你们的演技都很棒 得到大家的认可 看来胡姓梅的确是邓超派去的间谍周杰伦肖敬腾尬头篮 演唱会合唱歌迷海翻歌手周杰伦 周杰伦今晚 在小巨蛋举行地表最强演唱会 历经15个月世界巡回后 终于回台北演出 今晚歌手小敬腾担任嘉宾 两人在台上玩投篮 合唱阿飞的小胡蝶 全场海翻 周杰伦今晚地表最强演唱会台北首场 已经是这套演唱会的第56场 除了调整曲目 改变部分道具 新增服装 今晚更邀请肖敬腾担任嘉宾 为歌迷献上惊喜 开场特效 直接把歌迷拉到外太空 舞台上巨型盔甲LED多层次浮空出力 太空人漫步于宇宙之间 周杰伦搭乘太空船穿越时空苍门而来 歌迷尖叫声不绝于耳 他也一席全新黄金电话战士 装从伸缩时空大员舱门现身 一连带来英雄 双截棍等歌曲 在18名舞者 二名健身教练 同步挥舞光剑的节奏搭配下 展现如红气势 台北演唱会除了曲目上的调整 整场演出的九套服装 有四套是香港造 形师Tunes全新量身打造 继香港增加新台币一千万元后 台北又追加超过一千万的制作费 是的原本演唱会1.6亿元成本 累计超过1.8亿元 成为周杰伦演唱会成本最高的一套演唱会 今晚特别嘉宾登场的方式特别 起初是乐团和观众玩互动 随机点名台下的观众 最后点到萧敬腾 只见他神秘地拿起手中的麦克风 慢慢走向舞台 接着台上的周杰伦开始弹琴 两人一起演唱 阿飞的小狐蝶 全场观众还翻 周杰伦提到 昨晚他们一起打球打到清晨二十三十分 萧敬腾打球不服输的模样 让周杰伦直呼 很像看到以前的我 让萧敬腾亏说 我小时候都听你的歌长大 两人一搭一唱 到了台下观众 两人在台上也忍不住秀球技 拿着篮球在台上比谁进的球多 最后萧敬腾省出 又再合唱一曲告白气球 此时天空也飘下一万颗白色气球 气愤浪漫孙力就帮香港补庆生 死对头胡杏儿竟也在场 孙力主演的那年 《花开月》正原线正热播中 近来刚过35岁生日的她 被拍到煤带上儿女 直与演员丈夫邓超 到香港享受两人世界 两人拿着来港 与邓超合作多年综艺的王祖兰 当仁不让 主动跳出来请夫妻俩吃饭 容祖儿 阿三 胡杏儿等人也一同出席 六人一字排开 气势全开 被网友誉为星级饭局 值得注意的是胡杏儿也在饭局中 胡杏儿 在那年《花开月》正原 饰演孙力的情敌胡永梅 双方在戏内斗得你死我活 但昨天她也在微博 晒出两人的贴头合影 表示戏外双方没有恩怨 祝福孙力生日快乐 孙力也回复 无论戏里怎么样 戏外我们好着呢 证明双数感情深厚 网友纷纷留言 周莹 胡永梅又聚首拉 果然只有戏外才能和平共处 你们的演技都很棒 得到大家的认可 看来胡永梅的确是邓超派去的间谍